是在痛苦,就是受到身體這些情況的這些干擾和痛苦。 佛陀佛法我們也提起來了,就是說,其實人類的感官是很脆弱的, 跟很多動物比起來我們的感官,其實很多地方都比動物還不如。 我們的視力也沒有像老鷹那麼好,可以看得非常非常遠。 那老鷹呢,可以從三英里之外遠遠的天空看到三英里那邊前面的河水或是海水裡面有魚在那邊游著。 或佛陀佛法用一個例子,就是那個禿鷹,看得更遠,八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 那他看得那麼遠的作用是在做什麼?就是要看到那個屍體可以吃,找那個到處看哪裡的屍體可以吃。 所以人類的感官的那種,所謂潛能的,可以吃啊,享受啊,這一些其實是非常微小有限。 我們人類的眼睛也是在某一種光波之內的範圍,我們看得到,超過某一種光的頻率呢,我們就看不到東西了。 那即使呢,我們可以看到光波的頻率範圍之內這麼完美的情況,但是我們看的東西看不遠,看不清楚。 而且我們的聽力呢,跟有一些動物來比也沒有那麼好。 那些野獸啦,獅子、老虎啦,森林裡面的那些動物啊,還有那個所謂海洋裡面的鯊魚啊,他這幾英里之外就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那假如你走到門外去講話,就聽不到你說話了。 所以我們的聽力呢,也是非常有限。 那嗅覺也是。 那我們的嗅覺一樣也是非常脆弱。我們喜歡聞那些花香啦,甜美的食物啦,這個香氣啊等等。 那些人們都在看著我們,是很濃烈的。 那些人們都很惹人的貓,因為它們都在看著很多年代的貓。 它們都在看著很多年代的貓。 然後在100年代,甚至是在貓的貓。 現在它們都在看著很多人貓,貓貓貓貓貓貓。 對嗎? 只要是在西方人,也有些有錢人,甚至是養狗,變成寵物照顧得非常好。 在我們台灣或是其他各地也是有人去養狗。 西方國家對待他們的寵物,真的是很過分。 他會抱起他的寵物、狗,甚至跟狗相吻,或是去舔那個狗,有些人抱起來就像你跟這些什麼孩子或什麼。 但是在韋陀文化是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在韋陀文化,你也可以養狗,但是放在門外,你可以養狗,但是放在門外。 讓狗跳來跳去。 所以狗,像其他人類的狗,像狗,像狗,這些人讓狗擦手,或擦手, 說,他愛我,就是看。 他們不知道,其實不,這個狗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他可以嘮嘮你的血。 那人們,不曉得狗的嗅覺是那麼強烈,然後他們呢,讓狗啊,親近他的腳啊,親近他的手,就說, 啊,這狗這麼喜歡我啊,是我家的寵物啊,多可愛啊,多美啊,多親愛。 但是不知道,其實狗的嗅覺強到呢,他可以聞到你血的味道。 然後他舔你的手,甚至可以舔到你手中流汗裡面的鹽,那個鹹。 然後,但是在狗的,狗的所謂知覺範圍,他認為呢,你接受它是,其實對他來講是,他接受你成為這狗家庭的一個份子。 好,就是剛好提到這個人類的這個感官能力其實是很脆弱、薄弱,那跟動物相比呢,他們動物的感官其實非常強烈。 所以,對於世界上呢,對於所謂的靈魂這種概念呢,在很多不同的宗教,或是人們相信的宗教, 對靈魂的概念會有不同的認識或解釋,甚至有些人認為他接受科學的看法也會認為不同。 靈魂進到在物質身體裡面被物質驅體所包住了,等於它的概念融在身體的概念裡面,就會認同身體的反應跟感覺,就會說這個我會覺得痛,或是那個人傷害我,我覺得怎麼樣等等。 靈魂在物質驅體裡面把他的知覺發展出來遍佈全身,但是他又認同他這個外在的驅體,所以就會覺得, 靈魂的感覺,認為是冷、熱、痛、苦、這些感覺。 然後其他第二層階段的宗教或是其他信仰裡面會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宗教卻認為,我就是這個身體,但是我有靈魂。 另外的宗教人士會認為,他們是神的仆人,但是不知道神是什麼樣子。 還有其他的宗教或是其他信仰會認為,是太難懂,我根本不知道,乾脆不要提了。 或者他們知道,身體會有這個知覺存在,但是他們卻不相信靈魂的存在。 或者他們認為,身體存在有這個知覺常識的能力呢? 他們認為,不是從靈魂出來,因為他們不接受靈魂。 他們認為,就像光一樣,或是某些物質結合產生出來的狀態,讓我們身體有這種感知的能力。 而那些信仰,那些所謂的宗教人認為,他們確定有知覺意識的狀態存在。 但是他們不接受靈魂,但是他們也知道,也接受有這種融迴這些過程。 那他們呢?他們接受所謂業報,也知道有所謂善業、惡業。 可是呢,卻無法了解,無法知道這個業報呢,怎麼樣跟隨你,所謂下一世,怎麼樣去過,怎麼樣去繼續帶著業報走,因為他們不接受靈魂,不知道靈魂存在。 你明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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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one religion that does not believe in a soul we don't we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no God we don't believe in a soul but we believe in consciousness and karma and reincarnation okay but no soul so if there's no soul but there's consciousness and there's karma good or bad and there's reincarnation what does your karma attach itself to or follow you from birth to birth so lagna so because they don't know as far as the body 所謂的死亡,帶下去的下一生。 所以有一些所謂的科學家或是無神論者會這樣認為, 生物的知覺是由於某一些物質的結合,產生出來知覺察知的能力。 假如我很偏激的話,我把Nita Patakamala的手機拿來摔著,千片、萬片、碎碎的。 或是我把它拆掉,丟到一個箱子裡。 或是我把它拆開呢,放到一個箱子裡,然後把它往空中一丟,讓它掉下來。 然後是不是這麼完美的情況,這個機率剛好,所有的都組合, 是現在就是我們看到那個完整的這樣的手機。 你知道嗎?我們可以做到一千萬萬年, 每一刻都會把所有的小塊都掉下來, 就像它現在是在那手機機。 然後突然間結合起來,剛好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 例如說有這個設計的過程,有一個設計的人。 如果有這個創造的話,就有一個創造的人。 如果有這個智慧的話,就一定有智慧的源頭,就是神。 所以,這個意思是非常有明顯。 這句話是非常有意思,因為它是在這類的同學。 它在說,它是在這類的道理, 它是在這類的 Anyone的性格, 我們正在這身份的精靈。 我們正在這類的身體, unp據 God,我們是一種精靈的靈。 這節是非常有意思的,講到靈魂跟超靈,但是我們忘記自己原來是靈魂, 所以我們常常被困惑了,疑惑了就是因為我們認同了身體,身體的過程, 又要出生、成長、繁殖、後來衰老等等這些過程都是因為我們認同身體的概念。 他應該可能有一哪一節的過程,或者是一個訪問 several、ble擇的而言, 是一個經過一節嗎? 他 gre説那個發現嗎? all the time he would quote he would quote the soul is not born the soul does not die he would say when the body is perished the soul does not die listen to a hundred lectures I guarantee you in fifty-five lectures Shul Prabhupada will quote this because you have to listen to the lectures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in the God of Upanishad here in 1.28 they quote another verse which is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as this Bhagavad Gita verse there's only one word different in Paschit This is no surprise because although the Vedas are older this is no surprise as Lord Krishna spoke this a little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the Upanishads and Vedas they existed longer than the before that but they were written down by Vedasade Vedas about a little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and Krishna himself in the Bhagavad Gita said that I just saw the Vedas I am to be known indeed I am the compiler of the Vedas so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verses is this one word be positive which means learned or with knowledge 增加上 of Ponth 지 唯一的字不同就是讲到有知識有学问 oreง Fanstude learn it all with knowledge 就是有學士有知識有學問 leben有學士有知識 Ausmästa 所以在偉达经典,这个是shabda brahman,就是说,这个灵性的知识是可以从聆听之中去得到。 就是说,从聆听中得到的这种灵性的知识可以进化一个个体,进化这个灵魂,然后同时也可以让这个灵魂得到解脱。 那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个偉达的知识? 大家有什么想法,知道怎么样去得到这个知识? 我们在听谁讲。 我们在听谁讲。 所以这里讲到呢,就是, Krishna是所谓超灵的源头,那阿juna是个忘记自己真实本性的个体灵魂,所以需要接受Krishna或Krishna真正的代表联性导师来启发。 所以呢,Krishna也会答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然后最终呢,阿juna成为门徒,然后得到这个训事,这样去启发。 一个人必须去走向一个正统的人性导师,Guru Acharya。 那走近灵性导师不能是挑战的心态,必须是那种谦卑诚服的心态。 这是第四章三十四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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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Krishna所推荐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说要得到这个知识、真理、觉悟,就只有像一个灵性导师来臣服。 而且是要以服从的态度向他请教,谦卑地为他服务,不是挑战的心态。 那这样觉悟自我的灵魂,因为已经见到了真理,所以他可以把知识传设。 我们怎样知道谁是真正的acharya,谁是真正的guru? 你怎么知道谁是真正的guru? 谁是真正的guru? 我们怎样知道谁是真正的guru? 或是你组织的慧桑。 一個就是說,這個Guru呢,他絕對是在一個正統的傳承裡面的人,傳承下來的經歷的人。 而且同時另外一個特點,這個靈性導師有知識,有這個靈性偉佛的知識。 所以一個人要得到偉佛的知識,絕對真理的話,絕對是要去走向一個正統的靈性導師。 那正統的靈性導師,他的裝飾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偉佛的知識,絕對真理是他的裝飾。 那如果我們呢,洗了一個很好的澡,我們會覺得,啊!全身好像吸著一個人, 這樣很清新清爽。所以呢,如果我們受到的偉佛知識的啟發跟進化呢, 我們也會感覺到是這麼清新,自己是這麼有精神,然後清新的完全是這樣一個有精神清新的一個人。 所以呢,人們必須在這個偉佛知識的海洋中去沐浴,去淨化。 然後呢,得到淨化之後,我們就會是這樣像一個早晨清醒來,這麼清新一個喚醒的靈魂,這麼有精神清新的狀態。 所以, there are so many references in the Vedic literature about Guru and Āchārya. Here, Sri Prabhupada quotes this verse from Katha Upanishad 1-2-20, this is a very famous verse. you can see, it's on page, on page 102 of my English book, Anuraniyanma, Tomahiyyan, this one. Both the Supersoul, Paramatma, and the Atalusoul, Jiratma, are situated on the same tree of the body, within the same heart of the living being. and only one who has become free from all material desires as well as lamentations, can, by the grace of the Supreme, understand the glory of the soul. So, on part 2-20 about their anologation, this one that describes, from the FRENCH DAulasoulis, 一切物質欲望跟悲傷的人才能憑藉自尊子的恩典,理解靈魂的榮耀。 Krishnah是查理的源頭,Ajuna是忘記自己的個體靈魂的人,所以必須接受Krishnah,或真正的Krishnah代表,就是靈性導師的啟發。 這節詩把無神論對樹論哲學的人覺得很迷惑,他們對這節詩感到困惑。 Krishnah,他們會在這個物質世界擴展成超齡。 Krishnah,他們會在這個物質世界擴展成超齡。 然後跟我們個體靈魂一直在這個物質世界裡面,然後居住在我們個體的心臟這個位置,這個區域裡面,就像住在同一棵樹上的存在。 Krishnah,我們個體靈魂呢,就像一個很小的小孩一樣呢,想要自己去看看這個世界呢,所以就想要自己去看看這個世界呢。 包括父親也會讓這個小孩一樣,自行看個體靈的狀況。 或者父親也會讓這個狀況看到這個狀況,保證這個狀況沒有在安全的狀況。 或者父親也會保證這個狀況人的狀況。 或者一家父親的孫子公子進化, 將抱著家,奪養我們肯定病了和狀況。 或是你作為夜寶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